我在你的怀里漂泊 打捞起一段传说 你在我的心中流淌 听着一曲唱歌 谁曾浓舟荡绿水 谁曾摇角舞轻薄 回眸又见翻坠月 翘首摇看穿银河 三千里尘封往事 七百年毫妙烟波 当沧桑在岁月中沉默 两岸已是万家灯火 三千里尘封往事 七百年毫妙烟波 当沧桑在岁月中沉默 两岸已是万家灯火 一是万家灯火 再个花 一滚 张寺 谁在哪儿 encial 天寺人 天寺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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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ction 唐长 老爷 龙三在 老爷怎么了 怎么了 老爷 你还问我 你的管件是怎么当的 你看这两个小畜生都干了什么 什么小畜生啊 老爷 什么小畜生 你过去自己看看去 你们两个小畜生 这大白天呢 居然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啊 老爷 老爷 干嘛花这么大的火啊 这么多年了 您可没动手打过神 你自己看看去 看我这巴掌该打不该打 我打死你们我 老管家 这 这 这 我干什么这种 没脸 没皮 没羞耻的事情 让我去买吧 这臭事 原来是你这个死东西啊 你 孙宝宝 您瞧这两个小畜生 为了他们 老爷打了我 打了我呀 您瞧着 脸都打走了 东梅 是这个贱骨头逼迫你的吗 你说 是不是呀 说呀 听见没有回孙嬷嬷的话呀 孙嬷嬷嬷 你给我说 说呀 小畜生 你说 是不是你欺负东梅了啊 我一体就我拍死你 哎 咋说是东梅的错 是东梅不好 哎 儿子 董梅啊 你是老爷从衡阳买来的 进了天府以后 你是缺了吃了还是缺了穿了 啊 我像亲孙女一样待你 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不要脸呢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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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知道错了 所以你们怎么处置吧 好啊 你嘴还挺硬的啊 都给我到院子里 滚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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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妞 你这个孝贱骨头 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好东西 看在老爷的面上 我让你在这个家里出出尽尽的 你怎么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啊 都没太多的呀 啊 你就糟蹋他 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你 哎 哎 哎 孙嬷嬷 您快坐下歇歇吧 这事已经出了 您别再把自己气坏了 我能不生气吗 老爷都被气成那样了 我得活活让这两个小王八高子气死 孙嬷嬷 你别再生气了 他们还是孩子 孩子 你说他们还是孩子 那这是孩子干的事吗 天哪 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啊 老爷 老爷 我对不起您哪 我没有把他们管教好 老爷 我对不起老爷呀 我对不起您哪 我对不起老爷呀 东梅 还不快给孙嬷嬷赔个不是 你看把老人家气成什么样子 哎呦 我不想活了 我呀 我不想活 孙嬷嬷 您快回屋歇着吧 外面太阳这么晒 您可受不了 我不活了 我没法活了 他们有练活 我可没练活呀 孙嬷嬷 走吧 快回屋吧 天父没出过这种事啊 天父没丢过这个人哪 你这个小孽嬷嬷 你可是把我们坑苦了你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呀 我感觉银滚了 丢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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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觉罗家族的脸 都让我铁灵丢尽了 老爷 小月 老爷有什么吩咐 怎么办 您是说东梅和妞妞 不说他们说谁 辱莫门风 辱莫门风啊 老爷您觉得呢 不知道 没办法呀 你说 奴婢不敢妄言 那边胆大包天的事都做出来了 你还什么妄言不妄言的 说吧 老爷 奴婢觉得 您得宽恕他们 为什么 他们小不懂事 什么叫小 什么叫不懂事 这是什么地方 这事要传出去 堂堂的苍长总督衙门后宅 不就成了 小日已时已时 老爷息怒 本官上任以来 在背后说三道四者慎重 有人甚至把状 搞到生上的儿头里 可我却不以为然 说吧 说我铁林大权独揽 我不怕 说我铁林任人为亲 我不怕 说我铁林离不开奶妈 我也不怕 我怕什么 实话告诉你 我就怕这种 见不得人的丑事 人言可畏呀 你说 这种丑事要是传出去 我铁林今后 还能在满朝文武百官面前 抬得起头来吗 老爷 老爷 大运西藏监督 金汝林求见 不见 你让他在前面押门等着我吧 是 老爷 那两个小畜生怎么办 这事你也问我 去问孙嬷嬷 那妞妞他 高头选良年 让他派人把那个小畜生领走 路在这就去办 掏声 老爷 刚才 大疼你了吧 不疼 一点都不疼 老爷教训的事 教训的事啊 委屈你了 去吧 这小偷崽子吃了豹子打了 彭卯 你这管家是怎么当的 老爷 你快去把你小王八高头给我领回来 是 老爷 孙嬷嬷不好了 东梅不见了 东梅不见了 哪儿去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死丫头 他不会是挑截我吧 孙嬷嬷 您快去看看吧 快快 快快快去找 夏草啊 告诉我寒奶妈和秋叶 把前院后院 西角杆拉 都给我送个遍 知道了 中宾 东梅 你要你个小兔崽子 快说 东梅到哪儿去了 还不说 你不说 我把你扔到井里去 信不信 孙嬷嬷 孙嬷嬷 这钱然后别乱糟糟的 这怎么了 孙嬷嬷你可回来了 快快 快去找东 东梅呀 东梅怎么了 你快说 东梅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呀 你要再也不说 你没有啊 东梅可就真的要出人命了 东梅姐 东梅姐 东梅姐在采访呀 快快快 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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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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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梅 东梅 东梅姐 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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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梅啊 你这个死丫头 你可不能想不开呀 啊 啊 东梅姐 东梅啊 开门 东梅 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呀 孩子 啊 开门哪 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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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梅姐 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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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了 东梅 啊 东梅 都快醒醒了 东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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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啊 啊 嗯 啊 大小姐 我不想死 你这个死丫头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活够呢 你为什么要去寻死啊 我让你寻死 宋宋 我让你吓死 宋宋 你真是想要我这老太太的命啊 宋宋 我让你寻死我了 东梅 你干什么 你不是不想死吗 可大小姐 我迷恋再活下去了 你怎么了 你告诉我啊 东梅 索嬷嬷到底出什么事了 继续 索嬷嬷嬷 小孙女障 快起来 曹叔 冬梅她 你还有脸提冬梅 快走吧 你家来人接你了 曹叔 曹叔我求你了 你千万别送牛牛回去 牛牛一回家就没命了 曹叔 求你了 曹叔 你千万别送我回去 起来 什么废话 曹叔我求求你了 请我求求你了 请我求求你了 东梅 我也不问你了 记住姐姐一句话 千万别想不开 人到这世上来一遭不容易 咱们都该好好活着 行了 行了 别胡思乱想了 快起来顺顺气吧 秋叶下草 把东梅送到屋里去 是 婆婆婆 我不能回去 我明连回去 把东梅带我屋里去吧 把东梅带我屋里去吧 大小姐 走不走 走不走 回去吧 走啊你 你 你走不走 走不走啊 你 你 你走 小兔崽子 你再不走 走 我砸得你狗爪子 草叔我求求您了 你饶了我婆 救救妞妞吧 我回去就没命了 你现在好赠什么你 救救妞妞吧 草叔 你叫我们家 造了这么大的你 没打死你就得便宜你了 快走吧你 你走不走 走 你 小兔崽子 走不走啊 你 走啊你 小兔崽子 到了 所以 你就是了 想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大人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要是大人身体欠佳 不然 未知改日再来吧 不 你留下来陪陪我 说吧 什么事 大人 大人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要卑职效劳吗 不 不用 反正我也看不明白 你说吧 大人 这是大允西苍的另一套账目 这么说 大允西苍一直都是两套账目 一套明账 一套暗账 是这样 大人 那这套暗账是谁查出来的 都是林满帆一点一点查队打探出来的 林满帆 大人不记得了 就是大人让卑职在大允西苍给他安排差事的那个运钉 运钉 他媳妇叫樊小离 在您家做过事大人还记得吧 哦 想起来了 这个林满帆在大允西苍干得怎么样 精明能干 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对大人的恩德念念不忘 这个林满帆到大允西苍多久了 嗯 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就查出大允西苍还有一套暗账 还把它整理出来了 不简单啊 这个林满帆很懂账目吗 原来也不大懂 他读过几年私书 到了大允西苍以后 他拜了个师父 谁啊 刘大年 账目留在这儿吧 改日进京 我亲自把他带给王鼎大人过目 快点吧 马车在外面等着呢 彭管家 我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这是两双没上脚的鞋 几件半斤的衣裳 我不想要了 你愿给谁就给谁去吧 还有什么嘱咐的吗 你替我告诉杜梅吉 若我对不起他 我把他害苦了 这辈子完了 下辈子我还要跟他做夫妻 我要好好疼他 好好爱他 我要加倍补偿他 看不出来啊 你小兔来了 还是个情人 我这是罪有应得 罪该万死 死有余辜 可东北景又算怎么回事呢 人家已经够苦的了 可我还这么害人家 还跟你爹说点什么 我爹 那也叫爹 他早就不理我了 我能认他吗 庞管家 我要是死了 你千万别告诉我爹 你也别把我埋在祖坟里 不就一块臭肉吗 你人家乱葬狗喂狗算了 你笑什么 你张口死 闭口死的 我问你 谁让你死了 还有谁 梁年 老爷亲口跟你说了 没有 那不就结了 那照你这么说 我不用死了 废话 你小兔来的不但死不了 还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呢 老爷让我带你进城 老公 你就好好活着吧 真的 你小子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呀 压根就没有人让你死 你自个儿非要作死干吗呀 你好想什么呀 让你死你不哭 不让你死你倒哭起来了 你你你你你 整个儿一个不能招让死溜 你怎么了 疯了 国家好 国家真好 国家真好 我的最好 好 东梅 打今儿起你就跟我睡了 免得你回头再想不开 大小姐 这个不行 东梅是下人 下人怎么了 下人也是女人呀 东梅你放肆 连本小姐说话都不听了是不是 大小姐 东梅不是不听你的话 东梅是怕葬了你的炕 我不怕 我什么都不怕 过来 不看 来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嫌弃我呀 大小姐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辈子做牛做马 我跟爹你了 好了好了 起来吧 来 牛牛 爹 你呀 你真是不给我争气 铁大人家的丫鬟也是那么好玩的 你喜欢女人跟爹说呀 爹明没证据 给你娶个媳妇不就得了吗 孩儿年幼无知 望爹爹恕罪 爹爹可以宽恕你 可是为了在铁大人面前有个交代 你无论如何 不能在同州待下去了 孩儿明白 不知爹爹 要把孩儿送哪儿去啊 京城 京城 那不是皇上待的地方吗 是啊 孩子 你是我儿子 爹能把你送到 吃苦受罪的地方去吗 那孩儿就见不着爹爹了 谁说的 等风头过了 爹再把你接回来 怎么 孩儿还能回来 当然 爹还想听你唱戏 再教你新段子呢 爹 我和你娘都老了 等着你回来给我们送终呢 爹爹就是孩儿的再生父母 孩儿一定好好做人 将来孝敬二老 彭王 奴才在 拿一百两银子给扭你 孩子已回你的招呼 是 爹 爹 时候不早了 上路吧 人的老师 是啊 不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一一一 下车吧 到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迪安门 方砖糊涂啊 不是 这到底什么地方啊 老爷不是说了 进了这个门 就有想不进的荣华富贵 拿着 这 这什么呀 点一下 拿着这个 这 这不猪头吗 给谁供的 问这么多干嘛 进去吧 刘师傅在家吗 刘师傅 刘师傅 有识远迎啊 酥醉酥醉 快 叫师傅 师傅 刘师傅 刘师傅 你懂不懂规矩啊 刘师傅 我实在憋不住了 不碍事不碍事 孩子们 等会儿啊 再给你们 秦 要去念一遍 刘叔啊 我还有事还急着回去 咱们快点把这文术给签了吧 慢着 我得先问问您这是 这您还不明白 我带着孩子是来静身的 您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还有这么大静身的呀 您别瞧这孩子 个儿长得不小 其实啊岁数不大 多大啊 十五 您就甭蒙我了 我见的孩子多了 看得出来 彭管家咱得把话说前头 这么大的孩子呢 可什么事都懂 您要是真的给他静身 得经过他同意他成 刘师傅 这是许大人的事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彭管家您知道 孩子越大 这活他越不好做 容易出事啊 京城内外 谁不知道您小刀刘 刘师傅 您的手艺 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刘师傅啊 您就赶紧让我把文书给签了吧 让他自己可是签不成吗 他不识字 我替他签就行 哦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妞妞 没大名啊 我想想 我想想 哎 我想起来了 哎 我想起来了 哎 我想起来了 哈哈哈哈 那就费心了 哎呀 好说的 哎 妞妞啊 我走了 你呀 好好听师傅的话 您这就走了 那我 你就留在这儿 等着享福吧 不是 在这儿 能享福 享福 是享福 不过啊 眼下你得先受点恐怖 刘师傅 孩子啊 我就交给您了 告辞了 得嘞 捧管家 您慢走 不送了啊 得 捧管家 慢走 川儿啊 这是妞妞 您得管她叫哥 哥 这是咱师傅 外人叫小刀刘 咱得叫师傅 师傅 妞妞 先跟我到屋里头看看 看什么呀 进去你就知道了 走吧 哪里呀 妞妞哥 走 师傅 这是什么呀 人叫生 生 什么生 量粮食用的生 没见过呀 生 生 谁没见过 哥干嘛用红布包上 红布包上 还要高高的挂到房梁上 这叫做啊 红布高生 这是干什么用的 把根搁下来 就放在那生里 干嘛放在那里面 那生里边 装的都是石灰 把那玩意儿放进去 它腐烂不了 等将来你混好喽 再把那玩意儿输给你 这就是说呀 你要步步走红运 步步高生的 你明白了吗 你 你 您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门上不写着呢吗 这儿是静神房 什么是静神房 见过善优善马善养的吗 您这 跟那儿差不多 我这儿 闪了日 你 您又善我 废话 这不善干净龙 能进宫吗 你们要送我进宫 当太监 不是我 是你家里头的人 要把你送到宫里头 当太监 是许良年 没错 许大人不发火 这彭管家敢带你来吗 那么天 还是要送我进宫当太监 我不 我不干 不干 不干也晚了 彭管家 这替你把文书都签好了 你让我走 出门 赶紧把那关上 快点快点 你追 放开我 放开我 救命啊 你记住啊 这事呢 这可是 你愿不跟明儿俩 要恨 要恨你们家里有人 是他们把你撕进来的 许亮点 王八蛋 我上了你的党 我给你骗了 孩子 你就认命吧 许亮点 不都好死 叔叔啊 拔粒了 快点 拔绳子 马公公驾到 大叔 再闹 就掉脑的 老爷 老爷 您就随便吃点吧 这汤都凉了 来 没胃口 你们吃吧 老爷 不是我老太太叙道 瞧您把家里人惯的 我们这些下人 能跟您一个饭桌上吃饭吗 咱铁府还有没有规矩了 这要是传出去 这让人家笑话 人多不是热闹吗 要是我一个人吃 就更没胃口了 老爷 您尝尝这汤 这是奴婢刚跟孙嬷嬷学的 来 容儿呢 叫了 这就来 她在哪儿 在 在这儿呢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坐下吃饭 秋叶 你给东梅送点饭去 你愣着干吗呀 快点儿 站住 干什么去 我让秋叶给东梅送点饭去 给下人送饭 咱们家还有没有点规矩了 爸 东梅都两天没吃东西了 饿坏了怎么办啊 你什么时候学的 这么会关心人了 爸爸一天忙到晚 怎么没见你问过一声啊 人家还是个孩子嘛 你也是个孩子 要不不会这么不懂事 把你放下 爸 放下 容儿 老爷这两天心情不好 来 坐下来吃饭吧 我家 小刀刘拜见马公 刘师傅免礼 马家组长为家父大人请上来了 这么说 马总管他老人家也来呢 来了 在马家祖坟等着呢 请马公公可老族长稍候 我进去怀点衣服 刘师傅请便 喝酒 喝酒 你搓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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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热闹 他们来干什么 你真是乡下人 没进过一点市面 这叫磕头营生 磕头营生 马总管之子马金香拜谢刘师傅 让马总管换你 老都长 马公 吴雷强 请 头运高大 继续高升 鸿鲁大长 顾鲁高升 马赛 山师傅 这是当年总管大人的文书契约 请您老人家收好 这是当年总管大人的文书契约 哦 多谢刘师傅 大人 刘师傅 这孩子长得讨人喜欢 叫什么名字 回马公公 这孩子是今天早上 刚曾通州送过来的 叫妞妞 妞妞 你先等一等 马公公 时辰不早了 咱们这就去祖坟吧 马总管还在那儿等着呢 那好 咱们这就动身 妞妞啊 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荣儿 你先等一等 你们都下去吧 你到哪儿去 新丽妞 到码头上走走 去找陈天伦 说不定 从今往后 你少跟陈天伦在一起 为什么 陈天伦要定亲了 定亲 跟谁定亲啊 夏雪儿 您怎么知道 是我做的梅人 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 是您做的梅 对 您到陈天伦家去了 当然去了 爸 您好糊涂 怎么了 您不好好当年的苍场总督 您管这些现实干什么呀 您好 师傅 那生理不就是一条男人的根吗 干嘛还要挤回来了 太监被阉割以后啊 那就是废人 不是缺胳被短腿的废人 是那个缺根的废人 说无根不扔 草无根不扔 人要是无根了 那就得绝活 没根的男人死了 阎王爷都不扔 所以啊 这当了太爷以后 总得体体面面的 把根捡回来 马总管为了请生啊 都等了几十年了 就盼着这一天了 师傅 马总管很有钱吗 何止有钱呢 马总管是静世皇的总管 那是直接策子皇 那权力大了局 权力大 比慕章阿慕大人还厉害 这么跟你说的 每年的三劫两寿 慕章阿慕大人 得给马总管奉劫 真的 那还有假 你瞧他前面那马公公 他只不过是 马总管一干儿子 那妖无扬威的 多神奇啊 我真的看 Maycos 芒豹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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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豹 ever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